感谢神今天3月21号 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的第12章 从这章经文的24至26节里 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生命的侍奉 我们先从24节看起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的 能就是一粒 若是死的就借出许多子力来 爱惜自己生命的就时尚生命 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 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若有人服侍我 就当跟从我 我在哪里 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 若有人服侍我 我父必尊重他 这段经文有一个背景 是昔日由上来过节 过犹太人节旗的 有几个希腊人 他们就来找耶稣的门徒 说要来寻访耶稣 那么他所找的门徒 有腓利 然后腓利就叫了安德烈 他们就一起去告诉耶稣 这件事 但耶稣并没有答应 那些希腊人的要求 虽然圣经没有写明 他们有什么要求 但是按理来看 上下我们推论 肯定是他们想邀请耶稣到希腊去 可能在那边会很受欢迎 但主耶稣并没有接见那些希腊人 耶稣在这里很清楚说 如今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接着耶稣就说了这一番法 二十四节至二十六节 一脉子落不落在地里死了 能就是一地若是落在地里死了 就接着许多的子力来 我们会看见的是 这个耶稣说人子得荣耀收到了 还是指着他就快被定十字架 复佛第三天从来复佛 然后升天进入荣耀 得荣耀 所以主所看见的是经过十字架的死 然后复佛得荣耀 而当时那几个人想要请耶稣到希腊去 那就等于免去了十字架的痛苦 这不是父神的旨意 所以主耶稣很清楚 他是拒绝的 然后主一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 到了他就开始有这个比喻 一粒麦子就是表证他自己 若不落在地里死了 能就是一粒 这些很浅浅的一个比喻 一粒麦种 若不种下去 他就是一粒 但是种到田里面去 长起来一颗的麦子 就接受许多的麦穗 就接受许多的子力 所以主在这个比喻里面 乃是论到他自己 要为世人的罪被定十字架 第三天从十里复活 然后叫人应信他得生命 他升天治下圣灵 叫所有信他人得到神的生命 所以今天我们都是应信耶稣 成为神的儿女 都是主所接触的子力 所以圣经说 他要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 就心满意足 主耶稣所经过的道路是 时而复生 接触丰满的生命果子 历代说信耶稣人 都是主耶稣所接触的生命果子 然后 主耶稣进一步教导门徒 他就在 这一个二十五节 爱惜自己生命的 要世上生命 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 叫保守生命到永生 这个生命呢 永远是魂 这里的生命两处都是指魂 爱惜自己生命的 或者恨恶自己生命的 都是指魂生命 那什么是爱惜自己魂生命呢 简单来说 亚当犯罪多了之后 人死在罪中 然后人的魂呢 人的情感意志思想呢 都是已经是在罪的权势之下 所以我们简单称为救我 这个亚当的救我 老救老我 这个亚当的老我 还有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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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过的几生命 这个就是魂生命 若是要跟从耶稣的人 是一直保守自己的 亚当的救我 老我 一直守住自己 然后呢 不肯给十字架来拆毁 不肯给神界的环境来拆毁 叫我们放下自己 样样都保护自己的己 结果那己就变得越来越强 救人就越来越败坏 脾气也大 也主观 又自私 样样又骄傲 样样都是为我独尊 那这一下子不得了 这一下子就会败坏掉了 反而呢 时尚生命 反而时尚呢 他该有的这个圣灵 这个神的话语 这个环境 实际上的工作 变化他将他磨成主的样式出来 凡在这世上恨恨自己生命 就是所有跟从主的门徒 我们恨恨我们的己 我们觉得我们的己充满了肉体败坏 我们恨恨这个坟的生命 反而得着生命 这个生命什么 当你顺服十字架在你身上做拆毁的工作 我的救人已经已经同定十字架 那么现在活着不再是我 那是在我里面活着 这不仅是客观事实整理 这主观的经也是如此 无论事生事实 宗教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那这佛认己 被实施下跟从主 那这就是这个保存生命到永生 就是到将来永恒的里面的时候 哇 你是这个 这个属灵的生命 是活着向主 然后见主面就得主赏识 然后进一步主耶稣就说了 他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 我在哪里 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 若有人要服侍我 我务必尊重他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什么是 主所要的服侍 若有人要服侍耶稣 服侍主耶稣 你就要跟从他 不是照你的意思来服侍 不是照你亚当的旧人 很强的脊 肉体来服侍 这样的服侍神不喜 这样的服侍就像这个扫罗王 扫罗王他是准备一些流氧 这些流氧是神当时禁 这个从亚玛利人拿来的流氧 是要杀的 但是扫罗王就把那些好的 拿出来要献祭给神 他这次救人的肉体 所以先知三某对他说 听命圣理献祭 顺服圣理高阳的自由 公阳的自由 所以这里乃是提醒我们 今天我们的侍奉是 是走生命的道路 若有人要服侍主 就要跟从主 跟从主的意思是 照着主的样式 主本身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 就接受许多的旨意来 不能不能大于主 能学生不能大于先生 今天主走十字架道路 我们也必须走十字架道路 我们的肉体 也要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我们败坏的旧我 也要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那么不仅客观的事实 在主观的经历里 我们顺服神良一些环境的 我们比如有时候神许可 你的老板 老板他的对你特别的可可 或者是特别严厉 或者你的上师 或者你的父母 或者你的老师 对你特别严厉的时候 有时这一件正式 叫你学习说服 放下自己 这教会的配搭力 有时这个配搭当中 是要叫你放下自己 你肯放下自己 你就这个主的生命就反而出来了 若是你样样都要 都要别人听你的 样样都挤非常强的 那这个旧人的生命越来越强 属灵的生命越来越虚弱 那这不是主所要 你要侍奉主 不是你出头 是主出头 是主兴望你衰微 所以呢 若有人要侍奉主 就要跟从主 就是下法主的样式 来侍奉 像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先死 不死就不生 先经过死 才能接受许多质疑 若是我们一直逃避私家 在我们身上拆毁剥夺的工作 我们一直逃避私家破碎的工作 我们一直逃避 神在我们身上做拆毁 救人拆毁的工作 我们就很难给主使用 我们也很难带出属物 从生而来的祝福 接受许多的质疑出来 所以若有人服侍主 就要跟从主走私家道路 主所走道路是私家道路 我们跟从他走这条私家道路 然而主说我父必尊重他 当你肯悲食之下跟从主 实在是有很多佛认己会痛 会所谓的受伤 但是你肯顺服 放下自己顺服的时候 父神尊重 父神尊重 父亲与你同在去印证 你是他所使用的器皿 这样你的侍奉就满了果香 就像保罗说 死在我们身上发动 生命就在别人身上发动 所以今天在我们身上 有多少十字架至死的工作 我们学到多少这样生命的功课 我们就能够多接触生命的殖利来 我们就能够多把主耶稣 复活的生命活出来 就影响别人 叫别人从我们身上碰见主 而不是碰见我们的救人 所以就是叫我们能够跟随耶稣 走生命的道路 让我们有活着生命的侍奉 蒙神烈纳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天父 恳求你开启我们的信念 叫我们真能够认识 主耶稣所走的道路 是十字架的道路 他像一粒的麦子 落在地里死了 然后能够长出来 接触许多的实力 主要这条 死而复活生命的道路 也是我们要走的 我们服侍主 也要跟随主 我们要放弃焚生命 佛认及 然后让基督做我们的生命 叫我们的魂被变化 心意更新而变化 也归向我们的主 保守我们魂生命到永生 活着主的样式 这样的侍奉是父所尊重的 求主如此得着我们 感谢赞美主赞美福神 奉靠耶稣的名 阿们 但念主所走的道路 我们也都走上 如此侍奉主 这样的侍奉是主所悦纳的 就等下转发了 这 帮助 团